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大黑衣孤立无援 港警话事劝详 令人点赞 同时 警务处新任一哥霸气喊话 黑衣不敢再猖狂 香港李大消息 22日六时许 再有8名李大留守者在义工协助下向警方登记 离开校园 然后走入对面的监东救护站接受治疗 有留守李大超过一周的示威者表示 曾尝试过不同方法逃跑 但警方严密不防 所以并不成功 而校内物资一短缺 曾目睹有人吃别人弃制的饭盒 幼稚会继续想办法逃跑 相信未来一星期可逃离 另外 亦有示威者指 校内缺乏凉水 亦有心理准备 身体不能再吃吃下去 但也不会向警方自首 辜负星期日及星期一晚设法前来支援的朋友 警方包围被黑衣模占据的理工大学 昨踏入第六日 在警方和平人道 文明公平的处理手法下 固守校园的黑衣模越来越少 一名离开校园的成年黑衣模 日前利用警方的人性化安排 假扮自首并声称身体不适 被送往医院后 及乘坐同档车辆逃窜 更迟单程机票飞台湾 但就在机场被警方拘捕 由于山豹派集中力量争取取选选票 而将黑衣模用完机器 令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企图逃避罪责 一名占据理大的黑衣模 日前在接受《苹果日报》访问时声称 他因迪姆孙多日来又饿又动而决定离开 其后 与有人在理大外登上救护车前 在警方跪位时 被登记身份证资料和拍照时未有被拘捕 他声称 在离开医院后 自己因压力大而急行买机票 与同道人外出旅游散心 但就在机场被捕 他声称 警方食言 秋后算账及限制人身自由 你没有说过我不可以出境 你只是登记资料不是拘捕 为什么你可以在入境处度拦住我不给我出境这儿 警方22日踢爆这位大化精颠倒是非 重申 在处理今次大事件过程中 警方一直以严正之法为大前提 并以校内人士安全和扶植为首要考虑 贯彻和平人道和弹性灵活的原则 警方指出 有关报道中提及在机场被捕的黑衣膜 年龄十位22岁 在离开里大后就应该被捕 但他在警方协调中心 登记身份资料和拍照后 声称身体不适 故警方让他登上救护车往医院 不过 该青年在抵达医院后并没有看医生 而是司机偷偷登上同档坚硬的四家车逃离医院而被警方通缉 其后 该青年企图经机场飞往台湾 在机场被警方拘捕 揭发他只是买单程机票 有理由相信他潜逃 故欲以拘捕 随着越来越多的黑衣被劝降 李大警胜数十人仍抱有逃避刑则的幻想自困校园 但同时抱怨物资短缺 卫生环境恶劣 有山暴派借机鼓吹 所谓人道危机 替暴徒打悲情牌 企图逼警方解封 理工大学校董会主席林大辉 副校长魏炳江等教职员 21日到理工校内视察 期间 一名示威者上前批评理大管理层 并无尽力协助学生 魏炳江等人答应其要求 前往饭堂厨房协助打扫 并指 校内饭堂 卫生情况恶劣 他同时呼吁留守者尽快离开 有黑衣暴徒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声称会死守 但埋怨物资短缺及无人打扫卫生 又无赖警方想饿死他们 香港警方21日下午失去 在官方社交媒体直播里大校园内的情况 并拍摄刑事人员在里大一个出口设立的协调小队 警方指 该小组由18日开始以24小时运作 主要目的为和平解决里大事件 协调社会不同志愿者团体 医疗团体进入里大劝说 辅导和提供医疗服务 直至21日晚 小队已协调500人进入校园 而协调中心会作为离开里大人士的登记处 如18岁以下人士由校长带离 经登记和拍照后 警方会将其教会校长带走 警方其后再做后续调查 18岁以上人士则会以涉嫌暴动罪拘捕 目前已有一千人离开校园被捕或登记 当中300人为18岁以下人士 离开人士中有800人是自行和平走出校园 警方21日晚重申 理工大学内环境极不安全 也不适宜继续逗留 再次呼吁大学内的人尽快和平有序地离开 警方确保他们会受到公平对待 警方有始至终坚守和平原则 及弹性灵活处理事件 22日 警方继续封锁香港理工大学 在数日对峙过程中 社交媒体上留下的不仅有钢警的应用行为 还有他们的花式劝强操作 即20日劝强现场给暴徒送上一首周杰伦的四面楚歌之后 21日晚 兢兢业业的港警在劝强中又出京剧 有港媒在网上公布了当晚港警在理工大学外向暴徒喊话的视频 劝强语录再次更新 我看不起你们呀 不是因为我和你政见立场不同 是因为你们做人没有原则 没有底线 没有担当 没有责任 还有就是没有脑子啊 你们真的是在这做白日梦 我跟你说 这个梦很快就醒了 你们全部都要承担之前犯错所带来的恶果 哦 我还看到好多人都吃了那些生命面包 那些冰冰冷冷的生命面包 你们喜欢吃的 无所谓的 我们就在这里陪你 守着你们三个月 守着你们三个星期 都没问题的 为什么呢 一会儿凌晨6点3分 会有第二班警察来接替我 你们吃生命面包 我呢 上深圳去吃什么呢 海底捞 哇 想想都好赞啊 可以喝冰镇的啤酒 而你们就只能去吃生命面包 港媒喊话视频公开后 很快就有自称是 劝详港警的微博网友前来认领 21日 微博网友 疾风中清静草发文讲述了 劝详语录被传来后的心情 这位网友的微博 简介为香港灭虫员工 公司标注为香港警察队 22日 疾风中清静草 在一条微博评论中表示 海底捞也是我 港警的这波劝详操作 再次逗落了网友 纷纷at海底捞 出来交广告费了 或者考虑请港警们吃顿火锅啊 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 于22日在望角警察体育游乐会 举行记者会 并呼吁留守理工大学校园的示威者离开 希望能和平处理事件 他重申 离开李大的18岁以下示威者 不会被及时拘捕 警方也不会为事件设下死线 又主动澄清 没有禁止所有离开李大人士出境 早前有报道指 在李大离开的人士 经警方登记后未能离境 即后 更以暴动罪名拘捕 邓炳强直指 这是假消息 邓炳强澄清 报道所指 被禁止出境的示威者 已超过18岁 当日 以身体不适为理由 要求离开理工大学 和送院治理 但到医院后 便从救护车离开 然后打算出境散心 邓炳强 邓炳强 形容示威者的行为是潜逃 认为 又需要拘捕 因此 在他出境 做出拘捕 邓炳强又重申 希望和平解决 李大事件 又形容 现实李大校园内的环境 非常差和危险 呼吁校内人士 如不想家人和其他人担心 应该尽快离开 谈及将于24日举行的 区议会选举 邓炳强称 为确保票站安全 警方会在各个票站附近巡逻 按照风险评估 安排人手到票站 对于可能出现的情况 也会有不同的预案 我呼吁大家 不要干扰选举 给市民一个安全的投票环境 本月11日 在西湾河中枪的 21岁男子周伯军 在出院后 被警方拘捕 及控告非法集结罪 警务处处长邓炳强 22日回应时指 警方暂时用涉嫌 非法集结罪拘捕 但不排除在调查后 会加控其他罪行 邓炳强强调 拘捕时 被检控的罪名 不代表仅触犯有关法例 经过警方调查后 有可能会以其他罪名检控 此外 乱港分子 港独组织 香港种植头目黄之锋 近日非常忙碌 16日17日 黄之锋连续两天 在社交媒体脸书发文 号召网民刷票 图谋 让香港暴徒 当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 对此 港媒直斥 黄之锋 不断呼吁国际关注 妄图把自己包装成 联络英美的代言人 黄之锋 似乎从中 嗅到了刷存在感的法子 在其社交媒体上 号召为香港暴徒刷票 叫嚣 要登上时代周刊 黄之锋 自称是为香港人争取 而香港网友 发图评论称 假香港人 你破坏 真香港人 我建设 另外 香港高院近日拒绝了 黄之锋 窜访欧洲的决定 称其有潜逃的可能 这让黄之锋 勃然大怒 连发数条推特 指责法官 早前 黄之锋 因涉嫌在6月21日 包围警察总部 并煽动他人 而被控一项 煽获他人 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 一项 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 以及一项 明知而参与 未经批准集结罪 黄之锋 获准保释后训 但保释条件 包括不得离开香港 19日 他到高等法院 申请更改保释条件 以便让他到外国 演讲及领讲 法官杜立斌称 如果此时批准 黄之锋出境 相信黄之锋 有潜逃风险 并有可能不回港 故拒绝 黄之锋 更改保释条件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 香港数月来的 游行活动中 总缺不了 外籍人士的身影 21日 一名外籍男子 在香港机场离境时 被发现 其行李内 藏有七枚怀疑弹壳 男子其后被拘捕 据香港《新岛日报》 成新闻等多家港媒报道 昨日下午三十许 警方接获机场职员报案 指 发现一名 30岁外籍男子的心理内 有七枚怀疑弹壳 警方调查后 将其拘捕 该男子目前已被 暂控一项 无牌管有弹药罪 22日上午 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报道称 涉案七枚弹壳 已被带走 做进一步调查 案件交由 警区刑事调查队 第三队跟进 警方呼吁 市民切勿在街头 拾走弹壳 根据火器 及弹药条例 任何人犯无牌管 有枪械或弹药罪 最高可被判处 罚款十万港币 及监禁14年 市民也呼吁 严惩所有参与 非法示威的人士 尽快还香港 一个安宁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 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 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